武侠小说里面常常呢都会有这个武林高手会水上飘 不过您来看看这可能不是假的哦 大陆泉州南少林寺有一名武僧是李亮 他就挑战传说当中少林寺神乎奇迹的水上飘 他只借助薄薄的三合板五秒钟之内 在水面上奔跑了15公尺 没有吊钢丝哦一起看看 别怀疑自己的眼睛 画面上这名男子脚底溅起一阵阵水花 居然正在水上奔跑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少林寺绝技水上飘 仔细一看原来水面坡着厚度不到一公分的三合板 他是福建泉州南少林寺的武僧是李亮 借助草席加三合板的福利 竟然可以在水面飞奔长达15公尺 全程大约5秒 别看他跑起来好像很轻松 其他跃跃欲试的小徒弟 跑不了几步就一个倒栽葱 到水里变成了落汤鸡 是李亮之前因为练成一指禅功夫而声名大噪 热爱武术的他说 除了刻苦的练习外功之外 还得修炼气功 才能练到这种境界 以往只在电影里才会出现的神功 看来要重现江湖 已不再是痴人说梦